歡迎回到網路人生 歡迎回到網路人生 自從我們去嘉義的冬時 吃200元的烤生科吃到飽 一直對那個味道念念不忘啊 我沒看過那麼狂的吃到飽店 我沒看過那麼狂的吃到飽店 好可怕 還沒好耶 老闆娘你行不行喔 還沒喝啊 你這樣子浪產耶 好可憐喔 這樣黑白來 一來嘉義的冬時 是嗎 冬時 冬邊的冬時 還沒看過影片的朋友 我們會把連結放在右上角喔 那可以去看看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這間是在台中新開幕的全科料理 所以住在中部或北部的朋友有福啦 不用特地開車大老遠的跑去嘉義去吃 因為開車真的太累了 那我們又多了一間可以去做選擇 他們總共有17道的全科料理吃到飽 而且也有烤生科喔 超期待的 那我們開吃吧 如果你也喜歡划算美食 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可以即時收到 芯片通知喔 他們的菜單啊 右邊這一整排啊 都是單點的 那有沙拉啊 有湯啊 就看你們想要吃什麼就點什麼 那左邊這邊啊 總共有16道的全科料理可以讓你吃到飽 那另外第17道啊 就是這個烤生科 而且這個烤生科啊 是不用開爐費100塊的喔 那每個桌子啊都有這個工具 應該是等一下要那個挖生科的感覺 那另外這邊就會有五個夾子 你等一下可以去放在那個盒子裡面 那每個盒子就是一種蚵仔的口味 現在到4月10號以前 都是399元不加任何服務費 4月11號以後就是499元 不加任何服務費 那我覺得這邊不用再另外再收開爐費還不錯喔 另外店家也有自己的停車場 很方便而且又免費 這邊是飲料甜點區 這裡有五種口味的蛋糕 長得很像小瑞士捲 餐具調料區 骨肉飯 感覺是肥瘦均勻的 這邊有杜老爺的冰淇淋 這邊竟然還有夾娃娃雞耶 好特別喔 滿滿17道全科料理 口味真的超多種的 看起來超豐盛的 哇這顆大的已經開了耶 看 這麼大 不會嫩不會嫩的 哇好鮮喔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久沒吃烤森科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耶 它吃下去不會很死鹹喔 但是帶有一點點鹹鹹鹹鹹鹹的味道 這就是森科原本好吃的味道 超味道 超味道 我覺得烤這個啊 還蠻考驗你的烤的功力喔 那這有辦法給你吃 我吃 烤焦了我吃 好意思 好我吃我吃 那就可烤焦而已 裡面沒焦啦 裡面沒焦嗎 你扒開來看看 好燙耶 可以啦 燙烤味 對 烤焦香 對焦香燙烤烤味 這會不會自來啊 沒差啦偶爾吃而已 欸可是焦焦的還蠻好吃的耶 對啊一定的 一定的啊 不然我都幫你烤到焦好了 越吃癌的越好吃 越吃癌越好吃 越吃癌越好吃 對 你吃吃看你吃吃看 我吃吃看 乾巴巴的 我就不能烤太久啊 對 可是這很有技術耶 雖然小了一點 不過還蠻好吃的 還蠻新鮮的 還蠻新鮮的 還蠻新鮮的喔 蠻新鮮的 所以你要知道這家店的深刻 幸不幸天就靠這一道了 不新鮮馬上就吃得出來 對啊 沒有啊小顆你就多點啦 反正吃到飽了 喔對啦也是 就是最怕是什麼 最怕是不新鮮 喔對啦 如果大顆不新鮮 說真的也沒有用 這剛起來的耶 你吃這一顆啦 好的給你耶 喔呦 謝謝 小心燙 哇冒煙耶 這顆感覺超大顆的耶 超大顆的 吃一下吃一下 喔呦 剛剛大顆很多了 還不錯 還不錯 不過這個可能要吃個好幾桶 才吃得飽 我也這麼覺得 對 剛剛那個一桶頂多 就是開胃小菜而已 酥炸顆卷 這上面感覺是 加了番茄醬的感覺 吃下去馬上就吃得到蔬菜的味道 而且裡面應該有加韭菜 你吃吃看好了 還算酥的啊 還蠻酥的 它硬了一點 是因為我們拍攝放太久才變硬嗎 沒有 它這個應該基本上它的口感就是這樣子 可是我吃起來是還OK 因為我自己喜歡吃那種很酥的 比較建議大家就是剛炸起來就趕快吃這樣子 這給你 好 不吹了喔 對啊 這個是你最那個 我最期待的 然後受傷害 泰式檸檬鮮柯 第一次看到泰式口味的鮮柯 不過我個人是蠻喜歡吃泰式料理 所以我覺得搭配在鮮柯上面 應該也是不違和才對 我覺得吃起來超像開胃小菜的 就是酸酸甜甜小小辣 好吃嗎 好吃嗎 嗯 其實吃起來蠻清爽的 嗯 對蠻像涼拌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先吃涼拌菜 就是有開胃的效果 三杯鮮柯 原來鮮柯也可以炒三杯 好特別喔 這算我第一次吃到三杯鮮柯吧 你有吃過三杯鮮柯嗎 有啊剛剛 沒有 他有加四季豆欸 如果你是不喜歡太重口味的話 這道應該蠻適合的 不過我是屬於重口味的人 所以這道啊對我來講比較清淡一點 吃吃看 四季豆杏鮑菇紅蘿蔔鮮柯 哇其實炒滿多蔬菜的齁 那杏鮑菇還蠻好吃的 喔還有木耳 說真的你吃那麼多蚵仔喔 你會膩耶 可是我覺得不錯的是 不過他還是有炒一些菜 金沙鮮柯 我覺得他鵝仔有先去炸過 這道我喜歡耶 因為他炸得很酥脆 然後外表啊 又有蛋黃的那個鹹香味 我跟你們講 這道如果剛炸起來馬上吃 一定超好吃的 而且很適合下酒 我覺得不錯 其實冷掉還是還蠻酥的 這道好吃 黃醋鮮柯 糖醋魚可以炒鮮柯耶 超像在吃糖醋魚的耶 那個味道完全一模一樣樣你知道嗎 糖醋魚 喔這有炸過了 可是他這種味道 基本上把鮮柯味道就不一樣過去了 好吃啦 他是好吃的 味道本來就比較重的啊 豆酥鮮柯 我覺得這個豆酥超香的 全部都是走原味的 對就走原味的 我覺得應該要配著豆酥吃啦 所以建議大家要吃之前先拌一拌 讓那個鮮柯還有豆腐都蘸到那個豆酥的味道 黑胡椒炒鮮柯 我覺得像這種有醬的東西啊 蚵仔一定要先沾到 不然上面通常沒什麼味道 對啊 確實 超像那個耶 夜市牛排黑胡椒味道 鐵板 鐵板黑胡椒的味道 它黑胡椒味道還蠻重的 所以吃的啊 吃起來蠻像的 這個不會很重喔 對我來講還是比較偏清淡的黑胡椒醬 它沒有像黑胡椒鐵板牛牛 那個黑胡椒超辣超重 就比較沒有那麼辣 比較沒那麼重 我覺得他們都是 不是走重口味 其實這是好事耶 有些吃到飽會故意重口味 你知道為什麼好不好 你重口味你就容易膩 你就吃的少 這是一個小技巧 五味仙科 涼拌菜啊 不是有那種酒孔 的那個五味醬的感覺 好吃 也是涼拌菜啊 這倒好吃啦 不過主要它的生空 新鮮啦 我覺得涼拌菜都蠻厲害的 對涼拌菜都蠻厲害的 黃金蚵仔鬆 這道其實我們去快炒店很容易點到 我覺得這道主要是考驗它那個表皮啊 有沒有裹得太厚 它其實裹得薄薄一層的 所以外表雖然有一點點酥脆 但是裡面其實蠻軟嫩的 來 我來試試 那其實就像你說的啊 外面很常點這個 欸可是我吃過那種表皮給人家裹超厚的 就是它好像那個粉沒有用乾淨你知道嗎 是丟下去炸 那這個還不會 對 那這個基本上炸得很均勻啊 就是說真的這裡要趁熱吃啊 欸這個真的要趁熱吃 不過目前來說 現在冷冷吃也還不錯 還不錯 所以熱的應該是很讚的 嗯這個下酒菜 蒜蓉鮮蚵 它裡面還有冬粉 我們把它拌一拌 我看到這一道就很像那個 我們去板的啊 不是都會那個蒜蓉蒸蝦嗎 喔喔喔喔喔喔喔 有啊 這還蠻像的 喔很蒜喔 我喜歡吃蒜 這道我蠻喜歡的 因為它蒜味超足 它這個龍仔也算好吃的 整體還算蠻好吃的 在這個 我一直在想這什麼東西 太多刀了 而且有些長得很像 吃到有點錯亂了 這什麼 兩個吃貨為了吃開始盲測 這是麻油啦 那麻油 我就一直覺得它好像是什麼味道 它麻油啦 所以這才三杯 不對吧這麻油吧 是嗎 那是麻油嗎 你吃吃看 你吃一下 欸 欸對耶 這個看起來好像麻油 麻油深刻 這道吃起來是那種 偏辣的麻油味 但是我個人沒有很喜歡這種味道 你吃吃看 這我不行 這我不行 我不喜歡 我不評價了 下一道 下一道 薑絲鮮科湯 它裡面有豆腐跟蚵仔 這個熱的應該不錯吃 因為你如果說 蚵仔吃太多的話 然後再喝點湯的話 應該會有解膩的效果 所以味道來講 應該算是鮮的 它蚵仔真的給的蠻多的 蚵仔給超多耶 哇 一小碗 一大堆蚵仔 而且其實蚵仔不便宜吧 還是這樣便宜 比剛剛那個好吃多了 對比剛剛那好吃 我跟你講每個口味其實不太一樣 說不定有人就愛這個口味 但是我其實對麻油也不太行 建議大家湯還是趁熱喝 鮮顆蛋碗蒸 它給超多的耶 它不是上面只有放一顆而已 它是放好幾顆耶 一二三四五六 哇 一小碗放六顆蚵仔 其實我覺得它們蚵仔給的真的不手軟 雖然每一個小小碗的 但是裡面蚵仔超多 人家不是說吃太多 蚵仔 是真的假的 你晚上就知道了 它是醬油風的蒸蛋 有醬油的甜味 不過好像沒什麼鹹味 沒有鹹味 對 都甜 是不是日式醬油啊 好像是喔 這個就是日式的茶碗蒸吧 那個鮮顆比那個 茶碗蒸還多了 真的超誇張 你希望蚵仔是不用錢喔 再來這超經典的一道 蚵仔麵線 它也是給好幾顆耶 一二三四五六六七顆耶 啊糟糕 這麵線要先吃耶 我看到油蔥酥了 紅蔥頭 這應該是狗咖啡的 一整坨了啦 一整坨了啦 唉唷 這麵線我超愛 它叫我吃一口 不是啦 怎麼都吃掉啦 吃不夠再點就好吃到飽了 喔真的喔 對啊 好吃 真的 這不是我第一名啊 今天的MVP 今天的第一名 真是蚵仔麵線 蠻好吃 其實就是 你想像中的那個味道 古早麵線的味道 就是那個味道 油蔥酥的味道 還蠻香的 豆骨仙科 我跟你講這個喔 就是要淋飯才好吃 然後把它攪一攪 超像在家裡面吃蚵仔的感覺 還是他們的肉燥飯 我覺得他們都是走古早味的耶 因為他們肉燥啊也是那種甜鹹甜鹹的味道 不過他們是比較走偏瘦的路線 所以吃起來不會很油 比較沒有負擔的那一種 你看他們的小蛋糕 超可愛的耶 有五種口味 現在吃這個抹茶的 我吃不太出來是抹茶 不然吃起來像什麼 還是我看錯了 還是我看錯了 還是它其實是哈密瓜的口味 你們進來吃吃看 在下方留言再跟我講 到底是抹茶還是哈密瓜 這個我一定知道 這個叫巧克力 其實它味道都是淡淡的 沒有很重 這應該是草莓 草莓比較香耶 咖啡 它寫說是柑橘 你就今天前三名是哪三樣的 你問的太突然 我還沒說好啦 沒再說的啦 沒再說的啦 什麼好吃就吃什麼 好啦 我直接說我覺得 比較喜歡吃的啦 好 糖醋 雖然它鮮柯的味道 比較沒有這麼的濃郁 不過我覺得它糖醋的調理來還不錯 對啊 你不是說糖醋蓋掉它的鮮柯味道 對啊 我就喜歡吃糖醋啊 個人口味 這很主觀嘛 吃的本來就很主觀 對啊 五金沙 茶碗蒸 還有這個辣味 泰式 泰式 然後五味鮮柯 差不多 我比較尷尬耶 其實我覺得這些都很不錯 但是 麻油味道比較不符合我口味啦 我的第一名真的是那個麵線 來吃鮮柯吃到飽 結果麵線超愛的這樣 這樣很奇怪 但是你如果說以鵝仔為主體來講的話 第一名的話我比較喜歡金沙口味的鵝仔 然後第二的話是泰式口味的 然後第三是這個五味的口味 另外啊 現在算是市營運期間 所以是17到仙科料理吃到飽 那之後4月11號之後的話 算是正式營運 是499 但是他們的品項會增加 那你覺得這間划算嗎 如果你喜歡划算美食 記得訂閱按讚和開啟小鈴鐺喔 開啟小鈴鐺可以即時收到 芯片通知 掰掰